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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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在設計這兩堂課的時候 其實因為現在還進小學之前 都有人還會上鹹修班 就會弄得壓力很大 所以想說如何透過一個身體的課程 然後結合藝術 然後我們可以把噗噗噗 可以變得非常有趣 这小朋友进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暖身 主要都会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 有时候是有发声的 比如说有动身体的 除了身体还有心理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有进到一个部分 就是静心让他们知道 把心静下来接下来 我们就要进入到主题 因为一个礼拜可能就是这一次时间 所以他进来 他的心情可能还没有那么打开 可是我发现他整堂课结束的时候 他的身体动作其实就是 很像被展开的感觉 很完整看到一个孩子 他很纯然很天然的一个样态 我觉得那个是动身体很美好的部分 其实我们平常都在书写 那孩子都是透过手来学习注音符号 那我觉得用身体学注音符号 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尤其是像透过那种全班团体合作的时候 大家会共同来思考这个符号 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 孩子会在跟别人的互动上 修正自己 再重新构建这个符号的形式 他们很少就是有这种团体合作的机会 那他们在团体合作的时候呢 就经常会吵架 然后他们发现 诶 吵架好像没有办法把作品做得更好 他们就会去观察别人要做什么 那整体而言 他们无论是在肢体上 或者是他们在团体上 我觉得他们都进步非常非常的多 那很感谢云门 让他们做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今天这样的日语玩的组音符号 我喜欢今天的那个衣乌玉的那个变变变 很好玩 跟大家一起做出衣乌 摸摸它比较好拍 走一走就可以流出口 老师拍鼓的时候我们要走 如果停下来的时候就要停止 今天有开火车很好玩 因为它有很多种 课程里面其实我们融合的不只是在国语的文学里面 其实在很多的生活的议题里面 生活课程里面 或者是所谓健康 体育 社会这种都有 孩子们透过是玩中学 学中玩的过程中 自然而然就可以融入在身体生活中 也让他们觉得学习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